5月13日,在山西吕梁举办的吕梁文学记上,作家苏同做题为《我的乡村,我的街道》的主题演讲。 尽管烈日交扬,但台下座无虚席,听众们顶着烈日聆听讲座。 他认为,故乡是世界的缩影,是人们最初认知世界的一个轮廓,写小说利用的就是这个轮廓,再把这个世界的缩影去放大,告诉别人自己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。 28年前,改编自苏同小说《妻妾成群》的电影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,斩获第4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诗奖,并提名第6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。 电影的改编让苏同的小说更加受人关注,谈及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,他这样说。 作家写自己的东西就是,然后有影视改编,基本上我觉得都是一个,是一个礼物,是你得到的一个礼物。 这个礼物有可能非常珍贵,有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礼物。 当然对于我来说,我是受到一个比较珍贵的礼物,至少它让我拥有了更多的读者,更好的阅读的这个市场,这些电影对我是有帮助。 参加吕良文学祭,是苏同第一次来到山西,他至今没有去过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取景地,乔家大院。 所以很多人很好奇,如果因为他既看过小说,又看过电影,他会看出我的小说虽然没写名,是什么什么地方发生的,但一看就是江南嘛,一看就是南方嘛。 那么为什么要搬到山西来呢?那肯定就是因为乔家大院张艺谋太喜欢了,北方无人层建筑,或者说文化线条,北方是方的,直的,而南方是弯的,细的。 把这个小说的取景放到乔家大院来,他用的是我小说当中的人物与人物关系,和那个故事,所以我觉得特别正常。 谈及援助作家与导演的关系,苏同用食材供货商与厨师的关系进行类比。 通常来说,一个导演选用一个作家的作品,他是为我所用的,他像搞一个解剖一样的,他要一块肥肉,啪,拿走一块,他要一块瘦肉,啪,拿走一块。 他是有他的菜单的,你是给他提供的食材,他至于他做出来一盘什么样的菜,那完全是他的自由,和他的兴趣。 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,一般作家与导演的关系,其实是一个食材供货商跟一个大厨的关系。 你说这个联系当然是很紧密的,至于你这个食材拿过去以后,做成什么味道,那跟那个食材供货商当然是没什么关系的。 苏同原名同中贵,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,现为江苏省做协副主席,北京师范大学教授。 曾获鲁迅文学奖,毛顿文学奖,代表作包括园艺、红粉、七切成群、河岸、碧奴、黄雀记等。 中篇小说《七切成群》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。